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所以走到这个地方来 你的阴廉机会都已经既足 条件都已经不错了 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是有属性的 我看有基金会董事长 那个黄书牛 我们做的泡茶 我们会常常回想 以前我们的阴廉机会 是怎么结合的 又是一个出外小 家书出来一个出外小 他们夫妇 在哪里 也没有先楼借交 没有人讲个什么都没有 就去租了一个房屋 就暗设了一个火坛 他开了一个小工厂 那我们出外小孩 就是去那儿 去那儿拜拜 那就吃饭 吃到一天小孩 吃饭 吃到一天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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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用一个计划行就说 这样就是 几十年以前 有一个高小孩 跟一堆老婆 就这样走走走走走到那儿 创下了这片这么大的一个道场 所以我们就回想说 这个时候你们不要小看 如果照看说 我是一个小鸢路 还是我是一个安 我们都没有想象到最后 几十年后一个道场 可以传遍到世界几十个国家 那不是道尊里尊天面 就是不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既然进入这个宝山 他绝对不能空所回 他说当初我就立下那个厌力 立下那个厌力 如果我没有那个属命 我就不会立下那个厌力 是不是 那不是随便讲的 就像刚才你们说过 你有想象星星之后 结果你们都当时印好 这就对啊 这就对啊 所以既然尊贵在天命 天命是你看不到 但是就是用这个印证给你看到 印证给你看到 给你看到 人归光的时候 孙软如扁 归光之后回去可以来结缘 产与家里的事情 那天那先生的爸爸 归光的时候 在那个县前 几千人 有覆盖到道尊 跟证道书 那一年 要接证道书的时候 几岳 几岳 那来这文部百官罗就是那个所在 他当今的义官 当今的书归员 他这样跪下 他不是跪下 你跪下看是跪下 我没有那些偉大 他是代表他的使徒 代表他的父亲 跪下天明 他非常地安慰 他的父亲可以归位 就归到里天 骨头的时候可以进入了 我们的宝光从中的书来的 是他一百书 一百 一百 所以他的腹就软 他就跪下 不然男人膝盖有什么 鑽属啦 黄金 有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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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敢在那里跪下 对吗 多少人用骨头 用骨头把你削 用骨头把你削 削去跪 你不跪下 有这种就没有 电影都会拍摄这个片 你没看到 没有那么随便 所以他就是百字 他就是懂 懂他才会去珍惜他 就百就是百 不就是百 不就要研究他 研究他百 所以当时我立下那个焉异料 就无形中上天就随便 就把我调到 我就可以九胜一环的环境 对亲情 世情 友情 爱情 还有心情 就过了这个五个关的关卡 亲情 小孩子 要教不 爱 小孩子带来这个地方 带来这个地方来 每天跟着人家排周园 写什么东西 搂来搂去 头头把我折 电影都站在我们学生 你不要看过 不要再看 我们学生 刚才美国回来 对 真正在 还好 这品种改良过 品种改良 怎么要百倍 品种改良过 对 就从小就在这个火堂里面这样跑 滚着服务 滚着做东西 你看刚才像上来的时候 电影都把我折 他就折 很乖 很乖 因为从小在火堂里面长大 都服务别人的习惯性 所以小朋友在这里 鹅如木蘭就长大了 你小孩就是要带来 就是要带来 带到习惯 带来这里 在这个地方 第一件事 是受到活光的普照 有没有 有 活光普照 现罗借车的时候 这个圆盖五百部里面 浮光普照 所有的鬼魂都不可以进来 都不可以进来 你的圆缺也都不可以进来 所以你不觉得 你这些上个人很丁净的 有事没事 要把小朋友带来 一定要把小朋友带来 这是很重要的 我三个小孩都在这里囤团 所以他们是独精的第一代 所以亲情的事情来这里 都是专业的老师在教你 他都不用钱的 所交的都是和修办道有关系 他就会成长 所以第一个要来做 这就复光的步骤 第二个 他的耳濡目染 蒋书在蒋三宝 讲到五助尊丁说不可以说 那师父哪在设置这样而已 两位我 在那上升升升升 去到厨房 阿嬷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五助尊丁不可以说 阿嬷 啊 那你怎么知道啊 蒋书跟我说 阿嬷 那五助尊丁不可以说 阿嬷 不可以说 阿嬷 不能再说 再一次三次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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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没得听 他都没有在听 他比你厉害 对不对 对 耳濡目染就是这样 他是个海连吸盘 他很厉害的 所以现在教他说 这五个字是用想的 阿嬷 有了这些但是 摸多久才摸通 因为 你俗到别人就说 你叫我不要说 他说 还不能说 你再念一遍 再念一遍 对 所以 小孩要知道他就会等 他的耳濡目染 这一个法位开下去 不是这样而已 在三十三天 一样的法位 你的祖宗也在那边听 拿那一朵的那个白莲花 也是在听 在三十三天的过程 还是在听 同样的听 情情 事情多不多 事情比人的生命还多 做不完 一定要忙你脱险 上课时间到 我就需要来上课 我读书的时候 我是一个坏学生 但是我进入道场的时候 我是一个好同修 我读书来催我 读书来催我 读书来催我 读书四点 读书到六点 不知道我屁屁串 我读书 我读书不知道要如何 我读书 我读书如果说 我要去上课 我一定去给他门 我就说 秋冬 我要拜拜 我说要拜拜 我就拜天公 他说 我对台北在吻 你要拜天公 我说你比较大 天公比较大 他说应该是天公比较大 他说 起来起来起来 他来什么 他说 你这个是恩 又这样就对 他是我最大的客户 对 他说 他说 几年他又来一趟 有来一趟 也是大概数点多来 这次就不一样 他就问了说 他应该是拜天公的时间 他提醒我 被人提醒我 他说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就这样 对 对 又经过十几年后 唐佑来找我 因为我们客户 大部分都没有再往来的 他就公司 整个轻 他就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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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整个货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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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們錯了,本來就是我們要補救 如果我們沒有錯,他一定會感動 所以我毫無了很多 我們沒有錯的 反而服務他,都很感動 從今以後,我們就過了幸福快樂 美滿的日子,跑不掉 那一個機台兩人在外觀 跟我們說有酸的 減到整個工程師搶起來 搶到二樓上面 一個一個換,都沒用 換到最後還是沒有用 還是沒有用 剩這顆而已,換一下 他說不可能,那是日本的 日本的月量好像比較遠 就這樣,都沒辦法 沒有啊,都沒辦法沒有 四地動作換,換看看吧 好,你換,你換 我就把它換了 換了,變成可以 可以啦 所以表示我今天這些所有的東西 我的東西都沒有壞 壞在哪裡? 壞在這個日本的 那個當時變年,誰笑 來吃飯了,吃飯了 沒辦法給你請 台中情要關了,關了,關了 我到底沒辦法請 沒請 對啊 對 但是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公司就過了幸福快樂美滿的日子 從今以後,訂單全部都往我這邊推 連入本的那邊都切掉,全部切掉 所有東西又增加,那個量都增加 所以有時候吃虧就是佔便利 不要贏,贏前面沒有用 贏前面沒有用 所以我們修到你的好處 你學習吃虧 吃虧就是在佔便利 你擁有的福報,你不用怕 你沒有的福報,你經過修煉之後 還是會增加福報的 會增加福報的 你替上天辦事情 上天會不會保護你 當然會保護你啊 所以當你信仰產生 信心產生這個力量之後 還這個力量之後 你會立下那個燕利 立下那個燕利就是開出你第一張的支票 支票的燕利,你敢想嘛 你敢想了 敢想了 我們當初要買藍豚那個白洋山 所有人絕對不敢想說 我們那個燕利就去買白洋山 我們城市有能力買白洋山嗎 不可能嘛 我們沒有能力啊 沒有能力啊 但是這個裡面就是燕利 就是燕利和感想就促成了 事實的證明就是這樣 那個就是有燕利 所以這種燕利出去 你就開始會醒了 開始會前進 你看喔 你現在去 有人在那邊重視 有一票你每天在畫圖 我們每星期三餐 林總我們一票人 就在那邊畫圖 養老院會先畫起來 我們叫做養生幸福春 養生幸福春 我們很多的同修 他到室這個我去開放 在那邊如果修辦到成功了 我們就稱它為大姑 沒有成功呢 我們稱它為小姑 真的沒辦法 就回到我們白洋山 當香姑也好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每一個地方都需要人嘛 跟每人的言論屬命不一樣 但最起碼我們都是一家人 不管你到多遠的地方 我們都是一家人 以後到回到無極里天 也都是一家人 以後有機會就唱一家人的歌 所以燕呢 醒的時候 當下 你要說 坐而遠不止怎樣 起而行 一定要站起來 對 所以燕是修道者的互孫福 不要小看這個燕利 立下一個燕利 所以為什麼每一個班開下去 都會叫你立個燕 當下你聽了兩天的課 你的心靈是最清靜的 最清靜的時候 你才能做出的那種偉大的那種作業 你立下去之後 你堅持去做 它自然就會成功 自然就會成功 這是一個護孫如 我們每一個有一年 生病了 我生病了前一年 我有機會就參加那個班 那個班 先來我來跟我講 他說你明年 就要忍耐 要堅持 你會遇到有點困難 就這樣 就是這一季外的交代我們 隔一點 就遮一點就開始拉肚子 一直心理 一直不好一直不好 那雞眼先了我提醒我 我就很樂意去接受 我一點都沒有苦瓜連 我吃中藥 一鐵中藥 吃165鐵 吃到那個醫生說 我幾百起投降 因為我不知道在開什麼東西 給你吃了 所以我相信你會計畫 真白 沒有癒 真悠 胰假病 什麼叫假病 什麼叫真病 假病 假病 就是你的淵內症 其實你沒有生病 但是你患到那個苦液 你就是每天就是要這樣 那就是苦液 這個苦液 所以那個吃藥沒有用 真的到那一年的連尾 跟那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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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主動就好了 就是 所以那一年剛好給我 養精細銳 不用工作 吃藥 渡人 那一年讀了很多的書 所以我現在講的故事 講的故事很多就是 很靜 因為你沒有什麼事可以做 也沒有力量可以做 沒有錯 那你就一直看書 一直看書 不會死人 那都是不會死人 那都是不會死人 那比較不爛 不然 不然 講話就沒有力氣而已 但是很認真看書 就在那邊就讀了很多的書 所以利驗 有時候 因為這個小孩子的問題 這個事業的問題 因為這個人數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你有力量嚴厲 如果能給我怎樣 我就要來多做一點書 要度多少要怎樣 但是你真的要去做 就這樣 因為我自從生病之後 我就跟我們的濟公和我說 孫耀老大人 因為我欠人多少 我累積欠人多少 我不知道 現在我真的很認真在修辦 我不想痛苦 我生病是什麼事都不用再說了 我不想這樣 如果有人要來要的時候 你就幫我的功德 就拿還給他們 如果萬一不夠 你老人家口袋先替我還一下 不要算利息就好 我會賺還給你這樣 有個老師可以 有一個責公和客 給錢 真的我就 真的就是 跟責公這樣講 因為生病下去 什麼再不用再說 生病你什麼都不用 不可能 但是為什麼那個苦業 有時候那個苦業 就要那個功德去還他 有時候不夠啊 你沒有那你欠很多啊 孫耀老大是一個先佛 他當你還一下 求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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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我這樣開低走高 就渡過那個難關 有些不是說 方向這樣要死董事 沒精神 開低走高 為什麼能開低走高 因為有方向有目標 透過來了 朝陽 晚安 油 妳 過了